哈囉 大家好 我是桃園鋪園阿杜 杜育晨 從就是之前萬能科大 就是一直以來都算是主力球員 然後到選秀落選 其實有一陣子就是蠻失落的 對 就是因為想說在大學的時候也有還可以的表現 然後結果到選秀的時候就是沒有得到球隊的青睞 然後那一陣子一度就是想要放棄 對 然後因為就是有新的聯盟加入 所以我得到就是這個機會加入到蒲園建築 然後開始進到球隊之後才發現說 籃球不是像以前大學這樣就是好像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 就是可以幫助到球隊 然後才知道就是籃球比賽有很多細節 要跟隊友還有教練團就是做很多配合 還有一些球場上的細節 對 這都是以前在學生時期沒有感受到的東西 可能就是更專業的訓練 就是像以前訓練很多 很多時候都是土法練鋼 比較沒有那麼科學化 還有戰術系統沒有那麼那麼精細 對 然後還有教練的 教練要求的那個執行力 會比較就是會比較特別去要求這一塊 然後還有就是跟隊友就是的連結 很感謝他們這一年就是對我們的支持 不管我們戰機好或壞 他們都永遠都站在我們這邊一直為我們加油 然後希望明年可以有很好的表現 可以回饋給他們 然後在這段疫情非常嚴重的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保持身體健康 撐過這一段疫情 對 就能夠輕輕鬆 我們需要被人家 我們也許可熱 要不容易 我們可以接受 我們要不容易 可以打算